这两天,网传武汉大学有霍乱病例 然后呢,大一会儿都非常的紧张 但是国家又没有正式的宣布这个事情是有还是没有 只是说正在检测 具体消息会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那么今天人家正式的说了 确实有那么确诊的霍乱病例 但是呢,已经得到了控制 首先我要说的是 霍乱不管是有还是没有 不管是几例 我们都没有必要感觉到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霍乱是由什么引起的 它是由霍乱胡菌引起的 注意,它是细菌 是病菌而不是病毒 是病菌就一可防 二可治 尤其是在现代医学之下 霍乱病菌是可以防可以治的 尤其我们中国的一个强大的这种防治体系 医疗体系之下 我们对于这种可防可治的病 其实是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后果的 可为什么霍乱还是假等遗传遗传病呢 就是这种传染病呢 说实话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霍乱还叫二号病 为什么叫二号病呢 因为还有一个一号病嘛 一号病就是鼠疫 二号病是霍乱 它们属于甲鸡这种传染病 我可以 我个人理解啊 就是因为鼠疫嘛 曾经在历史上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 霍乱呢 是几百万人死亡 在当年啊 就是之前 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霍乱是没有办法的 除了隔离 因为他们不知道 霍乱是由什么引起的 霍乱胡军 现在你知道了 在当年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 一不知道什么引起的 二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霍乱胡军可以治 怎么防呢 喝开水吃熟食 尤其是在现在的夏天 不要吃凉菜 不要吃生菜 生的菜啊 不管是什么生菜 不管什么生的菜 不是生菜啊 生菜肯定你要做熟了 一样能吃 就是专门那种生菜嘛 生冷咱们都不要碰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喝开水 我们喝的都是纯净水 纯净水加开水 它怎么能有病呢 咱们中国人一天说 喝热水 其实就是喝开水嘛 另外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啊 就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其实是有规矩的 就是食堂 不允许食堂做凉拌菜 如果你在食堂吃饭 你一定要注意 食堂的小菜是凉拌的吗 是生调的吗 如果是生菜调的 这个是违反规定的 是不允许的 当然有的地方还是要做 比如说 这个菜 这个这种凉菜呢 小菜清凉可口 但是它有隐患 是吧 我们虽然吃着非常好吃 但是是不允许的 除非是人家有这么一个资格 国家或者是相关部门 给他发的一个许可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凉调菜 凉拌菜许可 除非有这种许可 他才可以做凉拌菜 否则的话是不允许的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肠道 肠道是这种传染病 祸乱我们都知道 其实就是拉肚子嘛 当然它和一般拉肚子不一样 就是你突然之间 你肚子不疼 它就开始拉 特别的量 特别的大 特别的快 来势凶猛 特别严重 基本上死亡率是三十分之一 说是美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得 那么几万人死 十几万人死 就是三十分之三十分之一呀 即使是在美国 有那么强大的医疗系统 它还是有这么大的 这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后果啊 这里边恐怕跟 就是他们不喝开水 有很大关系啊 当然我只是妄加评论啊 我是说咱们中国人 现在对于这个祸乱 没必要过于的重视啊 没必要过于的老百姓啊 不要过于的恐慌 不是重视 一提起啊 说是武汉有祸乱了 当年啊 一九年的时候 武汉不是先有的 非是这个新冠疫情吗 会不会重演呢 不会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因为新冠肺炎在当时 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无药可治 不知道该怎么防 不知道该怎么治 等知道怎么防怎么治的时候 虽然全世界都有啊 但是我们依然在全世界 做的是最好的 那么祸乱呢 一可以治 因为它是病菌 而不是病毒 病毒是无药可治的 病菌是有药可治的 同时呢 可防 刚才我说了 别吃生了 这个开水 水要烧开 吃的东西要做熟 很简单 饭前便后 要洗手 就是环境卫生 饮食卫生 是吧 同时呢 还有个隔离 对于已经有这种病的人 我们离开 离他远点 得了病的呢 自己也自觉点 不要和别人发生一些 过于亲密的这种接触 很快就会好 当然说了 有了病之后 及时的去治 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它是传染病 烈性传染病 甲级烈性传染病 你及时的去看病 首先是对自己负责 其次你是对社会负责 因为医院一看 哎呀 这小子得的是 这小子得的是 祸乱 咱们第一时间 就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最后一点呢 就是人家说了 不信尿 不传尿 国家说了啊 这个相关部门说了 武汉大学这个病例 确实是有 但是已经出置好了 出置好了 就是出置好了 啊 当然 即使是 我说的即使是 没有处置好 也不要害怕 其实祸乱有或者没有 都没必要过于恐慌 刚才我说过 因为在19年的时候 和2022年 2021年的时候 啊 咱们国家就有祸乱 只不过一年啊 十几例 有几例的 19年是九例 啊 后边的年份 他那个数字 不是特别准确 我记不住了 这是官方的文字哦 为什么只有九例呢 很简单 得病是难免的 尤其肠道疾病 夏天 由于过于炎热 会有些东西会坏掉 然后呢 你就会得这种病 为什么没有大规模传染呢 非常简单 可防可治 很快 这些东西就停下来了 当然 话又说回来 在我们国家 可防可治 不代表 在别的国家 就可以可防可治 因为可治 就目前说 病菌是可以治的 但是可防 比如说 喝开水 好多国家 没有喝开水的 这个习惯 把食物做熟了吃 有些国家 就喜欢吃生食 肉都是生的 所以说 祸乱 在中国 可防可治 我们没必要过于紧张 没必要恐慌 并不代表在其他国家 它就是可防可治的 有的国家 真的可能都治不起 有好多国家 根本就防不住 所以说 整体来说 对于祸乱 我们还是要 重视的 当然 不要恐慌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